天氣炎熱 來杯冰涼的奶茶好消暑 不過醫師提醒 奶茶可不能喝太多 否則就像這名16歲的高中女生一樣 雖然三餐飲食正常 但每一餐都會喝奶茶 結果身體越來越虛弱疲倦 醫師警告 缺體的症狀若再不改善 就會變成貧血 茶跟咖啡是可以喝 可是最好不要在胃裡面跟食物相逢 也就是說 你最好吃完飯以後 一個小時或甚至兩個小時後 再喝這樣會比較好 只要它在胃裡跟它相逢 它就會影響鐵的吸收 除了奶茶 不少人也喜歡來杯咖啡提提神 但其實牛奶中的鈣 咖啡或茶中的丹寧酸 以及胃藥的治酸劑等等 都會妨礙鐵質吸收 造成體內缺鐵 吃一些比較深色的蔬菜 比如說菠菜 紅線菜 紫菜 還有一些豆類 還有一些堅果類 比如說黑芝麻 那些都是高含鐵的植物 男性的話大概是一天要吃到10毫克 那女性有月經的話就要吃到15毫克 那女性沒有月經的話 也是跟男性一樣就是10毫克 用食補來補鐵 專家建議包括紅肉 魚肉跟貝類 都擁有豐富的鐵質 由於素食者是容易缺鐵的高風險族群 平常可以多吃紅線菜 豆干 紅豆 芝麻等等飲食 民眾如果懷疑自己有缺鐵問題 應該要尋求醫師診斷 千萬不要自行購買鐵劑服用 以免體內鐵過量 反而造成其他疾病 記者顧彩佑 蔡博物島 除了新鮮店 打開 打開 請進